很多网友都在问 当时发病的时候有哪些迹象 我现在就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就是下午的时候感觉头有点晕 而且是胸闷 就是有呕吐的感觉 但是我放下手机放下工作 跑到外面吹一下风 又感觉又好一点 所以也没把它当回事 后来下午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 突然手就从方向旁下面掉下来 我还以为当初是不是帮东西帮的太重了 手痠了 后来在掉头的时候 手突然掉下来以后就放不上去了 还好是左侧不是右侧 如果是右侧的话 估计开车就出事了 然后我感觉立马不对 我就把车停在旁边 我就跟我老婆打电话 我说我可能生病了 我现在来接你 你回家照顾小孩我去医院 我老婆说那行 然后我去接我老婆 但是在这段开车的过程当中 我就感觉整个人都受不了 第一胸闷 第二头晕 还有整个身体发热 还有就是我的视线也受到影响了 我明显感觉跟前面的车是挺远的 但是当红绿灯停下的时候 然后感觉我的车跟别人挨得非常非常的近 差不多就撞上了 尤其是旁边如果要有谁的车 快速的从我车超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人心里都非常的烦躁 就是很烦躁 后来把我老婆她们小孩送到家里 我自己还能开车去医院 因为到医院不是很远 但是快到医院的时候 我感觉整个人都要虚脱了 就感觉右手都感觉好像受到影响 就整个右边都受到影响了 没力了 但是医院停车是很难停的 然后我就立马就到医院的时候 我就停在救护车的车道上 而且把救护车堵住 因为我知道保安一定会过来的 后来保安真的过来了 而且很不友好地就说把车开走 然后我有下车车跟他讲 我说我生病了 我开不动了 我说你帮我一下 那保安看到情况不对 他说那行 他说你要不要扶 我说那你扶我一下吧 还好他扶了我 因为我打开车门 我左脚卸下地嘛 一下就往地上倒下去了 保安一手就把我抓住了 是吧 抓住了以后他就说 那你要不要扶你去急诊 我说我自己好像还能走 那时候确实感觉还能走 然后他就帮我去 我说你帮我一下把车停好 我去挂急诊 然后到了急诊的时候 然后那个富士一看情况不对 就问我是哪里不舒服 我说我是整个左侧 不能动了 麻了 那富士应该很懂 然后就立马说 那你别动 我来扶你 然后就通过那些绿色通道 到了那个急诊室 又是氧气管 又是那些街色行流的 所有的又是调打点力 所有东西全部搞好 那一下子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把我都都瞎蒙了 我觉得这是不是什么大便 然后通过绿色通道做CT 做公职证 总共打过的也只发了二十分钟时间 全部搞完 搞完以后医生就确诊说 你这个是高血压引起的急诊老板 是吧 现在问我什么时候发作的 我说应该差不多是两小时前左右吧 他说那行你现在还可以做溶刷 然后我对脑梗对溶霜一点都不懂 他就跟我解释了这些原理 解释了以后 包括做溶霜说 还有包括风险也说了 但是我听到有3%会冷出血压的时候 我就犹豫了 那医生看我犹豫 他说那你现在伸一下你的手 和你的脚 看似到什么程度了 然后那一下就那一下 我伸的时候 我的手和我的脚又出奇的 可以动了 就是因为可以动了 我说那医生我感觉好像没事了 因为打了点滴 好像我胸也不眉了 是吧 头也不晕了 问他我说那我什么时候可以 就是不住院就回家 那医生说你这样子还想回家 是吧 你如果不会做溶霜的话 那你要自己要切字 那然后我也好不有意的 就把字给切了 就不做溶霜 然后他说那你去跟你的接诊医生去交流 把我推到接诊医生来 接诊医生看了那些检查报告 就说你这个必须得住院 是不是 你这么严重了 说你现在学要170 是吧 190 如果再高一点 那很容易出问题了 那我行那就住院吧 但是住院了也没有床位 差不多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就把住院绝不弄好 弄好以后 就突然就感觉不行了 那整个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整个身体不仅是左侧 包括右侧 就感觉整个身体都不能断了 除了还能说话 脖子还能摇 感觉身体就不是我的了 那一下我真的是有点恐慌 因为我听别人说过嘛 是吧 也刷了一些视频嘛 就是很多的人因为老出血 变成植物人 我真的那一刻我很担心 自己会不会成为植物人 就是自己劳勃了很多不该想的 然后就是情况越来越糟糕 然后我就问医生 我说我还不能给做溶酸 那个医生说你已经过了时间了 做溶酸没用 那我当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医生说你现在按残肺等级的话 现在已经到一级了 也就是一级残肺 我听到那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就泄入了恐慌 真的现在的恐慌 觉得这么年轻 怎么可以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老婆也打了很多电话 但是我没接 后来我就要富士说 我说你帮我接一下 我听到富士在那旁边跟我老婆说 我现在已经撇他了